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點它 近來很多人咳咳 咳咳了很久都不好 現在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滋肺、只咳的湯 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喝 我們先看看材料 西絲骨一塊 鮮淮山 雪梨桿 海底椰 蓮子 毛花果 麥冬 陳皮一塊 還有藍北杏 全部材料都是潤肺、紫咳 所有材料都是乾的 我們要用清水浸泡 然後用水浸泡兩三次 過至水清為止 雪梨桿我們如何處理呢? 我們洗乾淨的雪梨桿 中間有一個硬的 核的位置就剪掉 我們只愛肉乾 你看核的位置就切掉 海底椰乾 跟著所有材料洗乾淨 毛花果一開二 讓它容易出味 蜜冬都洗乾淨 但蓮子我們要看看 如果中間還有些深的 我們就要撕掉它出來 否則湯就會苦 懷山 我們削皮之後 就幫它切粒 我們先處理肉 熬湯不可以放生豬肉 我們用滾水 放薑 滾西絲骨 滾它十多分鐘 你看到西絲骨就熟了 我們再用清水洗乾淨 所有材料都放進鍋裡 滾西絲骨 懷山、肉全部都放進鍋裡 難不幸 跟著我們加兩大碗水 蓋上蓋子 用大火煮滾它 跟著調到小火 慢慢煮 煮它約1.5小時 加少許鹽去調味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湯這麼清甜 潤沸 又有益 大家都要多點煮來飲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在跟著小火煮的程序 記得喔 153